我这个待会儿就是跟大家还是聊聊天嘛 你有什么想问的待会儿也可以问 各位群友们晚上好 这个群呢今天刚刚才见的 对我看那个群里已经有人叫我好友私聊我了 他也说了自己群里呢没有信息的吧 然后跑出来找信息了 我们都差不多吧 我以前的领导群啊 还有这个自己的会员群基本都是没有声音了 都是在外面寻找的信息 晚上好晚上好 因为我刚到家啊 刚洗完澡忙完 这个群因为今天才见的 然后我看有好多群友啊 可能之前接收的信息比较少是吧 中间可能有断档啊 有的群呢他群组已经不管了 或者是跑去做别的了 所以说会有会缺少很多信息 然后那我不知道你们接触到哪里是吧 是否是跟我们一样的 就是从628去年628到现在 就是基本是所有消息啊 信息类的都是没有落下过一条啊 就是说非常清楚 有很多群友啊 可能是刚开始自己群啊 原本的团队群里面还会有点信息 到了后面的话可能就没信息了是吧 这个断档比较厉害 没法从头再去说这么一个东西 不管是PTDCEP是吧 这里面发生了很多 我呢只把这两天信息说一下 就关于之前拉的太多 没法说太多了这里面是吧 今天呢 有好几个群友啊 把那个 一个是全种群里面的信息发给我了 还有是商学院的 他们说全种说了 并没了 已经被卖了 又失了啊 他说 他说 我想跟你探讨一下 我觉得有的群里该退就退了 没必要有那么多的群 你要的群是群主一直要在的 要维护的啊 给大家理智的分析的啊 然后 我还是跟之前一样啊 建议大家呢 乱七八糟那个群呢 该退的也退 像有的像毕庸群啊 其实他没有什么信息呢 里面没有你们要的消息 你该退就退了 这样不至于自己贪乱了啊 然后刚完之后啊 我因为我第一个接触的项目就 PLASTOK 然后 没有之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的 这个什么各类项目啊 从来没接触过 那我观察了很久 发现就是有很多群友啊 就关完之后分几块 一块是专门是做各类项目的 他知道这个有风险 但是愿意去尝试啊 这一类我们不说他 还有一种呢 就是像 更多的是小白 跟我一样的 从来没有接触过 什么项目的 然后 刚完之后 被这个或者那个 带去做了别的项目 反正只会长记性 就是不要去做项目了 项目风险太大了 现在这一百个项目 没有一个是好的 然后关完之后 我个人觉得 没有那么可怕的 都说过不下去 过不下去了 但是你看 现在不都挺好吗 我个人认为啊 就是 关完之后 没有那么可怕 虽然压力确实重 然后 但是我的收获可能更多 在成长 关完之后的成长 其实特别快的 就是一年时间了 快对吧 快一年了 很多已经是定下心了 甚至有的人 说话不很的话 他债务已经还掉了 最难过的就是 半黑不黑的 其实他真正黑了 也就黑了 特别是那些半黑不黑的 他还是特别的揪心 因为他还是有能力在还 但是又 美味又是非常的累 还款非常累 这一部分呢 确实比较 比较救星 今天呢 人家把那些商区院啊 或者这个 人家有的群群组啊 因为他自己做别的项目了嘛 他就说了 币没了 对啊 我就觉得特别可笑啊 去年 去年火币 冻结的币 不都已经返华了吗 解冻了吗 是吧 币怎么又没了呢 他要跑早跑了 是吧 而不是在现在啊 这些各大交易所啊 都是有监管的 我觉得没必要再去 这个时候 还在为币在我站而担心呢 是吧 会查币的不是 不是他一个人啊 会查币的有很多人 是吧 目前商务方 更多的啊 都是在做事 就像之前我说的上海团队啊 上海淘地你们知道谁了 小美鳳他们 都是在做事啊 我们不要去扯后退 我们把自己管好 稳定一下 然后 还是静静的等开我 我呢 跟你们是一样的 进群早的都知道 我也是一皮股贷款 对吧 嗯 也是说话在里面呢 包括 你们所有认识的 都在等开我 国内外用户 对吧 国外用户也是 全世界的用户 PT用户啊 都在等开我 包括是上海 小美鳳他们 也是希望 迫切了希望 马上就开网了 但是没有办法啊 这些按钮都不在我们手里面 现在就是看着这个我们国家如何布局这个东西了 对吧 我最近啊 我们是个人 惨测不了 就是猜不到国家是如何来布局这个东西的 他觉得什么时候合适 PT才会出来 但是开网是绝对没有问题呢 不用再去怀疑开网了 左分析右分析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包括所有说的事情目前都是符合的啊 前两天呢 又开始乱了 乱呢 是因为什么呢 一个是因为一篇报道啊 这个报道我看的是没有什么 就挺奇怪 这类报道 自媒体的有很多 去年到现在 我觉得太多了 很正常 那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公安部的发的 好像是批击公司传销 是有这么一个东西的 那我想说的是 法律它是严谨的啊 它一个字都不能插的 就像你叫张某某 写成了张某 或者王某某 那这个就完全不对了啊 明明可以写成plus token的这样 它写了个PT公司传销 那么你们自己去想这个东西 我现在看到的一切都是非常利好的 也是符合的啊 包括我是一路跟着消息过来 都是符合的 它没有错啊 唯一没有对的就是时间 开网时间对吧 那这个东西我们理解啊 大家都只是做了一个预估 我收集了很多东西 那我会做出一个推测 我觉得六月开网机会大 或者是推测七月更大机会 几率更大对吧 就跟博士通过自己的渠道去了解 他觉得 哎呦三季度绝对没问题 就是他最晚的时间节点 会在立马拉之前 我目前我个人不去做任何什么时间上的预估了 我觉得哪天开了才算 去猜这个没有什么意义了 天天猜这个时间 那多累啊 我们已经这样了 我就觉得时间对我来说 个人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早一个月晚一个月 反正能开网就可以了 然后每天我会把这些群信息呀 各类收集到的进展 信息我会第一时间发到群里 现在今天晚上12点呢 说是四大行开始升级 10号呢 应该是工资 不是工资 用design来发放的交通补助工资 说是这个月要下发 那我们先看这个10号嘛 对吧 或者是先看明天先看嘛 是否这个APP有变化 不是APP是否有变化 是银行这一块是否有变化 虽然猜不到这个开网时间 你不去猜这个开网时间 但是我知道它是越来越近了 是越来越近了 因为银行那边动作是非常大的 确实非常快 前几天我还说了 从四个地区已经铺到了 全国内有100来个地区了 它是非常快的 各个地方都在准备 还有要说一下这些小道消息啊 我呢一直建议大家不要去听小道消息 因为很多人他分不清 他听了就特别乱 他一乱呢 他有好友就第一时间就想到来问我了 然后还有就是在群里呢 一定要学会爬楼 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大概翻一下是吧 特别是那些语音打包啊 这些你可以一定要关注一下 图片啊这些 有很多其实已经讲过了 反复讲 它就没有意思了 有很多都是反复讲 问了又问 然后尽量不要去传这些小道消息 那就算你得到了这部分小道消息呢 你一定要学会自己过滤啊 是不是这回事 你自己也可以分析它嘛 都是一样的吧 对吧 还有这种类似时间节点呢 我再说一次啊 没有谁知道时间节点 因为想着国家布局会给你某些个人知道的啊 真正是有 不会有人也不会告诉你 不会站出来告诉大家啊 都不知道 都是一样的 我们只有开网了才能解脱啊 对啊 我聊完了 我把语音包打包进来就好了呀 没有那么多的消息呢 现在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要四大行要更新 那我们明天就知道了 是吧 因为有认识银行的嘛 就可以知道了 银行是否内部会有变化吧 6月25号马来西亚公司大会 我没听过啊 我呢每天都在的 然后你们有情况 再确定喊我就行啊 我第一时间你爱着我我就能看到了 然后军里好多刚进来的我都不认识 可能有人也不认识我 因为今天才进群嘛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招业是一样的啊 没有谁来忽悠谁 很多人都说有维稳维稳 哪来的维稳呢 没有人会维稳你的啊 就像人家说小蜜蜂维稳 人家来维稳做什么呢 对不对 不是他说啊 而是他说的东西我们会想会考虑 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而且最重要的这些技术必 他是在的 基于这些 然后他说了我们才会再去思考这么一个东西 没有问题的啊 那别的项目呢 我相信群里肯定有人参与的 他没有 他就是没有了啊 没有谁来维稳呢 可能第一天第二天有人 哎呀好像还会站出来说一下 那一天两天之内大家一起去维权了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啊 他没有东西可以给你看到 至少我们的币 是越来越多的 对吧 还在正常的运作啊 去年被冻结 严惩冻结的这些币 火币里面冻结了这么多项目方的币啊 也都已经解冻了啊 所以说他目前所有的一些 除了没有下发给你APP 你没法操作 其他都是正常的 而且是往多了做 往好了做 现在呢 大家跟我应该也一样 时间上我们也没有办法控制 对吧 我们呢就开始吃干喝喝啊 不要一天到晚想着这个PT啊 你想多了也这么回事 然后有有进展啊 我会第一次业费会发到群里面的啊 还有再说一次啊 是实锤开网 开网是真没问题 不用去多想啊 就是时间上目前确实不知道 而且没有人知道啊 关于时间真的不要再乱传了啊 不要转了转发来转发去 然后 今天倒反而还好 没有在没有人再问这个怎么会叫洋城湖大大蟹这个群 对吧 很多之前会说要为什么叫这个群呢 是要卖大大蟹吗 是不是就是卖大大蟹的蟹群 不是的啊 那个群虽然没有叫PT啊 但是 所有的用 所有的群友都是 plus用户 但是群里面也不会有任何别的项目之类的 就是开网之后 做个最简单的那个大大蟹推广 因为我是个养殖大大蟹的 羊城湖大大蟹 很多人可能已经听过了 对吧 首先我要先谢谢余老板啊 已经下午跟余老板私聊了一下 问他还有没有空的群 能让我去带一些流浪的孤儿用户进去 余老板原来还回答我说都满员的 没想到晚上的时候 他马上又建立一个新群 给大家有一个荣生之处 我要谢谢余老板啊 还有这些老师讲了这么久 就是想告诉大家开网没问题 真没问题 人家很多说 哎呀是不是被忽悠了 你要是了解不到真实情况 就是你就听大家这么说 绝对不会拍到胸口 告诉大家百分百会开网的 其实之前也说过啊 就像我自己 你要是一个礼拜没有关注这个 帕拉斯啊 其实就感觉好像跟不上了 错过了很多东西的 然后每个人了解的东西不一样 他就感觉好像我就听你们说 我心里没有底气 我下面又问我 我不知道什么回答 很多是这样的 我就觉得如果你哪天真的分不清方向了 无法辨别方向了 你就选一个你相信了 对啊 这能量的 你就听着它没有问题的 安安静静的跟我们一样 安静的等待吧 本身是不想进群了 对啊 然后 好多想进群也进不来 我也没办法去一个个私发 信息自发 没办法自发太多了 所以说 就同意一起想嘛 进群 我本身就是想开网之后 打一个广告而已啊 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认识我 知道我是个养殖 养残户打杂蟹的 就这么回事 呀 你有 你想用 你想到我 我就可以了 然后 我是没有做什么任何准备的啊 我一个人讲了 我想不出来 讲了一些东西 因为很多都讲过了嘛 你们如果有问题啊 就在群里 按我 问我就行了啊 就在群里面 感谢观看